阿布故事 狐狸和葡萄 狐狸发现了一棵葡萄树 树上的葡萄又大又红 馋着狐狸直流口水 多好的葡萄呀 肯定又甜又多吃 狐狸和葡萄 狐狸踮起脚尖 奋力向一串圆溜溜的大红葡萄跳去 一次 两次 矮个儿的狐狸累得气喘吁吁 却根本够不着葡萄 这可把他给挤坏了 在树下团团转起圈来 有了 狐狸突然眼珠子一转 主意来了 他从田里搬来一块大石头 站在上面不停地蹦啊 跳呀 连汗珠子都冒了出来 结果狐狸 折腾得腰酸腿痛 可葡萄还是高高挂在树下 真是倒露头了 狐狸摇摇尾巴 不得不放弃了 他边走边安慰自己说 这葡萄肯定没熟 是猪的 这故事是说 有些人总爱自欺欺人 他们没能力干好事情 就找借口说 食鸡未成熟 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台